公元五百年,周宣帝突然抱病身亡 马上,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摆在了面前 小皇帝年幼,谁来当辅政大臣 命运之神最终眷顾了阳间 这是怎么回事呢? 为什么历史会选择阳间?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大随风云》第六集 阳间辅政 因为周军帝的猜疑 阳间的日子过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与其朝不宝夕,还不如到外地避避风头 在周宣帝的宠臣正义的帮助下 阳间被任命为扬州总管 但任命输下来,阳间又犹豫了 他眷恋在朝中已经取得的权力和地位 不愿意轻眼放弃 那么,在犹豫徘徊之中 阳间到底是走还是没走呢? 在这个历史时期 朝廷中又发生了什么?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蒙曼副教授 做客百家讲台 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大随风云》上部 第六集《阳间辅政》 根据史书的记载啊 阳间没有走 5月4日他得到的去扬州的任命书 得到任命书之后 他就生病了 什么病呢? 按照记载是足疾 足疾也就是脚病 那么他这个足疾是真菌感染呢? 还是外伤导致啊? 我们不得而知 甚至这个足疾是真的是假的 我们也存疑 反正呢 5月4号任命书下来 他就生病 一直到5月10号的时候 他还逗留在长安 那就在他在长安千言不去的这个时候啊 国家出大事了 出什么大事呢? 阳间的女婿 大头 周宣帝死了 怎么回事呢? 5月9号夜里 周宣帝突发奇想 要去寻幸天兴宫 那我们知道皇帝出巡 在中国古代是一件大事 绝对没有说走就走的道理 特别是没有半夜走的道理 可是周宣帝不是一般皇帝啊 他不是一个疯子吗? 天杖在此 谁敢不听他的呀? 所以一听他说 要被法驾寻幸天兴宫 所有的随从都一窝蜂的就跟他去了 没人敢说什么 可是出去的时候还是好好的 仅仅过了一天 其实没有过一天 就是第二天 5月10日白天 周宣帝就得病了 而且是生了重病 那我们知道 如果说皇帝生重病 死在宫外 在中国古代 这是非常不得了的事情 这是可能引起政治动荡的事情 所以一看周宣帝得了重病 马上这些随从 就赶紧簇拥着这个病皇帝往回走 一定让他死在宫里 那么回到宫里呢 实际上周宣帝就已经进入弥留之际了 那这时候眼看不行了 赶紧招两个御政大臣 一个叫刘芳 一个叫严秦宜 让这两个人进入宣帝卧内 就是卧室之内承受遗诏 那为什么叫这两个大臣呢 因为北周的御政大臣呢 就相当于唐朝的中书社人 那是专门替皇帝起草诏书的 现在皇帝不行了 遗诏应该由他们来起草 那在中国古代 遗诏一般包括什么内容呢 一般情况下啊 遗诏主要解决的是接班人问题 比方说让谁当太子 或者已经立了太子的 就让太子在旧前即位等等 这样的一些事情都是在遗诏里说的 可是北周这个情况不大一样 因为我们其实上集讲过 在这个事情发生的前一年 也就是579年 周宣帝刚刚21岁的时候 就已经自己荣升为太上皇了 他荣升为太上皇 他已经立了他自己的儿子 宇文雁当皇帝了 也就是说周宣帝现在要死 皇帝是谁 这是不存在任何争议的问题 已经有皇帝了 遗诏不需要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他这遗诏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小皇帝宇文雁 此刻刚刚八岁 不能够自己执掌政权 所以周宣帝的遗诏 一定要解决由谁辅证的问题 那究竟由谁辅证呢 虽说周宣帝招人入卧内来宣读遗诏 来宣布自己的遗诏 但实际上根据史书记载 这时候宣帝已经是因不复能言 什么意思 已经说不出话来 皇帝说不出话来 那这时候两个遗证大夫可就是受卧重拳了 他们到卧室承受遗诏 皇帝说不出来 但是他们要写出来 那他们写谁不就是谁了吗 在这种情况下 两个遗证大臣一下子地位就突出了 那在这两个遗证大臣之中 刘仿这时候取了主导作用 根据这个随书刘仿传的记载 说仿见境地又冲 不堪负贺 然仿素之高祖 又以后妇之故 有众名于天下 遂与正义谋 引高贼此政 什么意思呢 刘仿一看 皇帝不行了 小皇帝还小 那肯定不能亲政 他就开始想 到底谁何事负责 因为他此前素来知道杨坚 对杨坚印象不错 杨坚又是太后的父亲 所以这时候刘仿 就出去和先帝的另外一个宠臣正义 两个人商量 说反正皇帝也说不出话来了 不如索性 我替他草你一份诏书 让杨坚赴正算 刘仿和正义就想了这么一个办法 那可能大家就奇怪了 说就算是太上皇周宣帝已经无法表达自己的意志 北周总有其他的宗室重臣吧 刘仿正义都是小人物 他们为什么不去拜访一下大人物 听听他们的意见 为什么自己就要做主 替皇帝造这份假遗诏呢 这是第一个疑问 第二个疑问 他们怎么就会选中阳间呢 先看第一个疑问 为什么刘仿正义不去探 跟任何人探讨 自己就想给皇帝起草一份遗诏 为什么呀 因为他们就是所谓的宁臣 当初周宣帝为了加强皇权 拼命的打压老臣宗室 所以呢 就去启用那些没有特别深的政治背景的新人 刘仿也好 正义也好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被宣帝拉拢到自己的身边 出任自己的亲事随从 成为玉政大臣内侍这一类的心腹角色 宣帝拉拢这些人有一个好处 因为这些人政治根基很浅 所以肯定对宣帝言听计从 根本不会挑战皇权 但是凡是有利就有弊 这些人也有一个最大的弱点 什么弱点 凡是宁臣 政治立场保证特别的不稳固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没有根基 所以他们格外受这个一朝天子 一朝臣的影响 他们非常清楚 他们能够得到今天这个荣华富贵 全拜宣帝所赐 但是一旦宣帝去世 有一个新的统治者上台的话 他们肯定是最先被清除出去 那么怎么样才能保证自己现实的政治地位 和各项生活享受不受改朝换代的侵扰呢 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快速和新的统治者建立联系 怎么样才能够跟新的统治者建立联系 以当时的情况看 拥立一个新的领导人 那不是最好的方法吗 现在既然自己好不容易掌握了起草遗兆的大权 何必不用一下呢 为什么还要跟别人商量 所以解决了第一个问题 他们一定要自己矫照 那第二个问题 他们自己矫照可以理解 为什么一定会选择杨奸呢 这里头其实是有三个理由的 第一 杨奸这个人呢 毕竟是一个有权力 有威望的人 又是皇太后的父亲 以他来辅政的话 应该不会太出人意料 应该可以在很多人面前顺利服务 第一个人选择杨奸 第二个 杨奸呢 平时跟他们关系是不错的 特别是杨奸跟正义还是太决时期的老同学 是他们自己人 既然现在自己说了算了 何必不选择一个自己人 第二个理由 那第三个理由是什么呢 第三个理由啊 是按照一般的政治原则 辅政大臣最好是宗室 这样才能够保证北周的江山永不变色 那按照这样的政治原则呢 杨奸这个外戚是没有份的 可是为其如此 如果他们现在起草遗仗 让杨奸辅政的话 杨奸才会对他们格外的感恩戴德 这就格外有利于他们以后的政治前途 那因为这三个原因 他们呢 就把这个人选啊 锁定在杨奸身上了 想好之后 赶紧招杨奸入宫 名义是什么呢 名义是让杨奸入宫市集 跟杨奸说了 周宣帝生病了 需要你进宫去侍奉 那杨奸当时不是正谎称族籍在家养病的吗 他听到让他入宫市集这个赵令 他是什么感觉呀 杨奸吓死了 因为他不知道这个入宫市集是真还是假呀 是不是皇帝看他逗留不去 觉得他有野心 现在框他入宫要把他给干掉啊 还是说皇帝真的病了 而且病的比较严重 需要他到宫里看一看 杨奸不知道是哪一种 心里非常忐忑 但是既然有赵令招他也只好去了 那么杨奸一进去呢 这个刘法和正义呢 就马上跟他摊牌了 他们讲啊 现在太上皇是快不行了 也没有留下什么政治遗言 我们两个呢 就打算替他起草一份遗诏 这个遗诏就写呀 让你给小皇帝当府政大险 把这个安排跟杨奸讲过 杨奸什么表现呢 根据通建的记载啊 杨奸是故辞不敢当 坚决推辞 坚决的说我干不了 那可能我们有人就不明白了 我们前面几集一直讲杨奸是有野心的人 为此他还没事就找人给他算命 还自己推测周宣帝活不长 现在周宣帝果然没活长 那他这个目标就要实现了 刘法和正义还打算帮他 让他辅证 他怎么又推辞了 我觉得很简单 因为杨奸其实真的没有精神准备 虽然说他也整天自己替周宣帝算命 也觉得周宣帝活不长 但是周宣帝当时毕竟才只有22岁 他也没有想到他这么快就死 那现在士气仓促 刘法正义突然就对他讲 宣帝快要死了 我们想让你当辅政大臣 对他来讲这是情况不明 谁知道刘法正义 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杨奸是一个老成持重的人 在这种情况不明的情况 这个背景下 他宁可先问一问 所以他是故辞不应 那我们知道他故辞不应 这刘法和正义可着了急了 因为他们缴照让杨奸辅政 并且把杨奸招进宫来 这也是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的 如果杨奸真的不干的话 那不是把他们给装进去了吗 那怎么办呢 这时候这个刘法真是急了 他就采取激将法了 就说了一句话 他说公若为素为之 不为法自理 江公啊 这事你要干 你就干 你要不干 刘房我可就干 哦 杨奸一看这话都说到这个程度了 看来是真的了 那赶紧说 还是我来吧 事实当然不会这么简单 我们讲5月10号 杨奸决定辅政之后 周宣帝就已经去世了 但是一直到5月22号 杨奸才给周宣帝发丧 而5月25号 杨奸才正式就任左大丞相 都都中外 诸军事 辅佐小皇帝 玉文言 这中间经历了两个星期的时间 这两个星期其实就是杨奸稳定局面的时间 稳定局面为什么需要这么长时间呢 很明显杨奸遇上麻烦了 什么麻烦呢 三大麻烦 第一个麻烦 盐之仪不肯在遗诏上签名 盐之仪是什么人 我们刚刚讲过周宣帝并危 招到卧室之内的起草遗诏的 玉政大夫一共是两个 盐之仪是其中之一 那说盐之仪 我们现在可能没有任何概念 但是如果说到他弟弟盐之推 很多朋友就会知道 盐之推就是那个著名的盐世家训的作者 那么盐之推 盐之余兄弟 其实都是山东人 是儒学传家 最开始的 他们是在梁 就是江南的梁朝作官 后来呢 梁朝王国成了俘虏了 然后才进入北州 那因为儒学传统深厚嘛 凭借这个学术上的优势 在北州接着当官 当什么官呢 盐之仪啊 就当了太子东宫官了 周宣帝当太子的时候 盐之仪就是他的手下 那我们知道周宣帝这个人虽然暴虐 但是对学问一向是很有热心的 所以呢 对盐之仪很是欣赏 另外因为盐之仪是以俘虏的身份 进入的北州嘛 所以自然没有任何背景势力 这让周宣帝觉得很放心 把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 他就把盐之仪视作自己的心腹 让他当豫政大夫 因此在他即将去世的时候 盐之仪也是承受遗诏的人之一 那么盐之仪和刘仿都去承受遗诏了 一看皇帝已经说不出话来了 刘仿呢 人家自留一下钻出去了 钻出去干什么去了 跟正义一块搞阴谋去了 盐之仪比较忠心 还在这等着 等了一阵子 刘仿又回来了 回来的时候 手里可就已经拿着一份 起草好了的遗诏了 上面就写着 皇帝说了 这个杨坚德高望重 请杨坚当辅政大臣 然后就让盐之仪 也在这份遗诏上庶明 那这一下子 盐之仪可就不干了 虽然周宣帝已经说不出话来 但是从平时的心思判断 盐之仪知道 周宣帝最不放心的人就是杨坚了 怎么能在自己死后让杨坚辅政呢 这不是引狼入室吗 这绝对不是周宣帝意志的真实体现呢 那盐之仪是正统儒家知识分子 满脑子中军观念 觉得既然十周之速就得忠于周朝啊 那怎么能做这么对不起皇帝 没良心的事呢 所以看这份遗语 那盐之仪就去呵斥流放 跟他讲啊 主上升侠 四子冲幼 阿恒之刃 一再宗英 方今赵王罪长 以亲以德 何应重计 功等备受朝恩 当思尽忠报国 奈何一旦与神器嫁人 知疑有死而已 不能污望先帝 什么意思呢 现在啊 皇帝去世了啊 太上皇去世了 主佑国仪 如果选辅政大臣的话 也应该从宗室里选 这样才能够保证 大洲江山永不变色 怎么能轮上 阳间这个外戚呢 这不是先帝的意志 这明明是污往先帝 所以我盐之仪 有死而已 绝对不能签这个字 那我们想这就麻烦了 盐之仪和刘仿是承受遗诏的两个人 盐之仪不肯签字 这遗诏就没有法律效力了呀 怎么办呢 据史书记载啊 啊 铜剑和随书都是这样讲的 说这事解决的很容易 刘仿一看 盐之仪是一个死硬分子 也不跟他打嘴架了 直接找了一个笔记和盐之仪很像的人 让他替盐之仪签字了事 那大家相信吗 我是不相信的 盐之仪又不是死人 别人替他签字 如果他真不愿意的话 他不会把这事宣扬出去吗 他难道不会喊叫吗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觉得呀 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刘仿找人替盐之仪 千字不假 但这事绝不是刘仿一个人能做得了主的 保证背后有一个大势力支持刘仿 这个大势力是谁 我猜他应该是杨奸的女儿 周宣帝的皇后 当朝太后杨丽华 为什么这么猜 我们讲过杨丽华是一个温柔的女性 没有什么政治野心 但是为其如此 一旦周宣帝爆崩 杨丽华才一下子觉得天昏地暗 怎么搞的 太上皇22岁就死了 天下就成了我们孤儿寡母的了 这可怎么办 光皇太后就五个 怎么处理 那我们也知道自古以来 做女儿的最信任的就是自己的娘家 杨丽华也不例外 这种危难情况下 他是确确实实的希望老爸杨坚能给他帮一些忙 那现在流仿七草一照 说让杨坚辅证 杨丽华是满心的高兴 可是现在严之仪说 不行 这不体现先帝的意志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 在这种情况下 我认为杨丽华就出头行使皇太后的权力了 怎么行使的 随书天文治有一句话说的清清楚楚 宣帝崩 杨后令其父随公为大丞相 纵军国事 什么意思 在刘坊和严之仪发生争执的情况下 杨丽华以皇太后的权威支持了刘坊的军 那有太后意志在此 严之仪还是有什么可说的呀 只能是弃权了 反正我不签这个字 你们爱怎么搞怎么搞去吧 在这种情况下 刘坊才能找一个人替他签字了事 那这样就因为周宣帝暴崩嘛 因为刘坊和正义的阴谋 也因为杨丽华的最后拍板 所谓宣帝遗诏就顺利出炉 杨坚成了辅政大臣 总之内外兵马士 第一个麻烦解决了 第一个麻烦解决了 马上第二个麻烦又接中而知了 第二个麻烦是什么 是杨坚的官职安排 我们刚才讲 让杨坚给小皇帝辅政 可是辅政需要一个名分 以什么名分来辅政 这时候刘坊正义又来给杨坚出主意了 他们提出了一个一揽子解决方案 怎么解决 说请杨坚当种宰 就是百官之首 然后刘坊给他当副手 当小种宰 那正义呢 正义当大司马 贯军使 为什么这么安排 他们说的也很清楚 宇文户当年专权的时候 当的就是种宰 现在这个位置给杨坚 难道不好吗 好不好呢 真不好 为什么 自从宇文户专权被杀之后 种宰这个官职 其实被大大的削弱了 他名分上确实是百官之首 但是并没有什么真的统下百官的权利 特别是他根本不掌握军权 那刘坊正义提出这个方案很明显 他们就是想要分割杨坚的权利 他们怎么分呢 刘坊做小种宰 那是分割杨坚的行政权利 正义做大司马 那是分割杨坚的军事权利 把军事行政权都分割掉了 杨坚这个辅政大臣不就成了空壳了吗 其实这也正是刘坊正义冒险发动政变的理由所在 以他们的资历和威望 是不可能做辅政大臣的 所以索性把这个名分给杨坚 但是既然自己冒了这么大的险 也不能什么好处都不捞 所以怎么办呢 再去分割杨坚的权利 这是他们打的如意算盘 那现在把这个方案提给杨坚 杨坚什么反应 其实杨坚真是心里咯噔一下啊 刘坊正义是他的大恩人 他们提出的方案不好轻易拒绝的 但是如果接受这个方案的话 自己所为何来啊 那当这个辅政大臣还有什么意思 左右为难呢 就在杨坚左右为难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个大麻烦的时候 有一个人来给他帮忙来了 什么人呢 此人名字叫做李德林 是内史上士 这个李德林原来是北齐的旧臣 也是北齐名满天下的才子 当年北周五帝平定北齐的时候 第一件事 第一时间就是派人去拜访李德林 跟他说了一句话 平齐之力 唯在于 我平齐 最大的好处就是得到了先生民 可见对于李德林非常的器重 但是到周宣帝的时候 因为周宣帝宠姓命臣 所以李德林一度呢 郁郁不得知 现在杨坚辅政了 杨坚和当年的周五帝一样 也是第一时间去拜访李德林 然后跟他讲啊 说 曹廷次令总文武士 经国重任 非群才辅佐 无以克成大业 金玉宇宫共事 必不得此 什么意思呢 朝廷现在让我来总管文武大事了 这不是我一个人办得到的 所以我希望和诸公群策群力来办这件事 在所有的人里头 您是这一份的 所以希望您能够好好的帮助我 这话说的非常动听啊 李德林立刻涌起了一种 世卫之急者死的豪情 就凯然允诺了杨坚 那现在杨坚遇到麻烦了 不知道怎么样来躲过流仿正义的温柔一刀 就去找李德林 李德林果然不负杨坚的期望 给他出了一个好主意 什么主意呢 杨坚啊 李德林跟杨坚讲啊 既然北周的最高官职就是总宰 而总宰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权利了 索性咱们就抛开北周原有的官职系统吧 咱们新设一个官嘛 新设一个官叫什么呀 叫大丞相啊 而且不仅要当大丞相 还要甲黄月都都中外诸君士 什么意思 大丞相 那就是要总领全国的行政权利 甲黄月是什么 黄月是黄色的大斧子 那是掌管生杀语多之权 最高人士权 都都中外诸君士是法 那是掌管最高的军权 他说你只有把用人权 行政权和军事权都抓在自己手里 那才能当权臣 没有这个头衔可不行 那杨坚说我当这个官了 刘坊正义怎么办呢 李德伊林说好说呀 刘坊正义既然您开大 您做大丞相 就要开大丞相府嘛 让他们当大丞相府的长使和司马 好了 那这一下刘坊和正义可傻眼了 本来是想跟杨坚一块给北周打工 现在成了给杨坚打工了 可是他们呢 没有什么实力 想要闹事 现在又闹不起来 所以只能是对李德林怀恨在心 但是也就委委屈屈的接受了这个任命了 那这样一来呢 第二个问题就解决了 好 第二个麻烦解决了 第三个麻烦又来了 什么麻烦呢 杨坚大丞相当上了 可是大臣不听他 怎么回事 刚才我们讲五月二十二日杨坚给周宣帝发丧 五月二十五日周静帝亲政 杨坚正式就任大丞相 就任大丞相的当天 杨坚就发布了政府第一号令 他说周静帝啊 小皇帝现在既然已经亲政了 那是真皇帝了 就得住到原来周宣帝住过这个天台去 那才是皇帝应该住的地方 那小皇帝原来住的东宫 郑阳宫腾出来干嘛呢 杨坚说啊 郑阳宫腾出来 就当我的丞相符号 而且我今天就要搬墙 那一听他这么说呀 这些大臣真是面面相去啊 把皇帝赶走 住到皇帝的房子里 这不是僭越吗 这些大臣呢 以他们的身份和地位 倒未必知道皇帝死后的那些猫腻 也未必知道杨坚是矫诏当上的辅政大臣 但是就算是皇帝让你辅政 你也不能这么为所欲为啊 这不是明显不把皇帝放在眼里吗 这不是明显想算权吗 所以大臣就三三两两嘀嘀咕咕 做出一副不合作的样子 那我们也知道 一个权臣控制朝廷是关键 如果连朝廷里这些文武大臣都控制不了的话 以后还怎么办事 那怎么样控制文武大臣呢 这时候啊 又有一个人来给阳坚立功来了 谁呢 这个人叫做卢奔 本来也是这个周宣帝当太子时候的东宫官员 后来因为平齐立功 当了司武上士就是皇帝禁卫军的军官 那当时皇帝禁军的首长就是杨坚 所以卢奔呢 又成了杨坚的直接下属 他眼看这些文武大臣都嘀嘀咕咕啊 大眼邓小眼好像做出一副这个不太合作的样子 卢奔就站出来说话了 跟大臣讲啊 欲求富贵者当相随来 什么意思呢 想要富贵的跟着丞相走啊 他喊了这么一嗓子 头脑机灵的明白过来了 以后是丞相的天下了 跟着丞相走吧 那还有些头脑不够机灵的 想着总得忠于北周啊 就不走 不仅不跟杨坚走 还往门口走 什么意思呢 我不干了 我辞官回家行不行 那卢奔能让他们走吗 都走了怎么办呢 这些大臣走到门口一看 刀枪剑机 辅阅勾插 明晃晃的兵器啊 熊啾啾的士兵都在那站着呢 谁让你走啊 想走也走不了 那走不了 只好跟着杨坚了 跟着杨坚去哪呢 杨坚在前头领着 卢奔在后头压着 中间文武百官 浩浩荡荡荡就笨了 正阳功了 原来皇帝住的东宫 现在的丞相 那第三个麻烦也顺利解决了 这场争辩 政变能够成功啊 有四个方面的力量 发挥了关键作用 哪四方面的力量 第一 周宣帝的力量 毫无疑问 周宣帝青年暴俗 这给了杨坚负政绩 那但事实上 周宣帝给杨坚帮的忙 还不止于此呢 我们知道这个周宣帝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 大规模的削弱宗士 凡是有能力的宗士 或者杀掉 或者外放 所以在周宣帝 暴俗的时候 京师里居然没有一个 可以出来主事的王爷 这才给了杨坚 真正的客乘之机啊 所以说周宣帝主观上 确实在猜忌杨坚 但客观上 谁给杨坚帮的忙 也没有周宣帝的 这是第一方面的力量 第二方面 周宣帝亲近大臣的力量 谁呢 就是流访和正义 那我们也知道 在周宣帝暴风的情况下 流访和正义 缴照让杨坚辅政 是杨坚政变成功的第一步 其实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正因为流访和正义 他起的作用太大了 所以古代人在讲这件事的时候 有一个形象化的说法 说流杨坚是怎么样 当上辅政大臣的呢 是流访牵前 正义推后 流访在前面牵着他呢 正义在后面推着他呢 那流访和正义 这两个中层干部 怎么能发挥这么大的作用 其实 究其原因还得追到周宣帝这 周宣帝为了巩固 黄权 书记大臣 启用新锐 把流访正义 这样一般人都放在 侍从的位置上了 正是这种政治安排 给了流访和正义权力和机会 在周宣帝并危的情况下 他们才能利用手中 起草遗诏的权力 来搅诏 让杨坚辅正 这是第二类力量 第三个力量 皇太后的力量 杨丽华真是好女儿啊 不仅仅让杨坚有了一个国障的身份 从此有了篡权的基础 还动用自己皇太后的权威 最终拍板 让杨坚辅正 所以杨坚后来一再讲 公主有大功于我 这个大功绝非虚言 这是第三方面的力量 第四方面 那就是杨坚个人的力量 我们刚才讲 这么多人都为杨坚上台帮了忙 但是不要以为杨那种傻人有傻福 因人之力就能当上附证大臣 绝对不是这样 事实上杨坚本人在这里起的作用也很大 怎么个大法 那我们看给杨坚帮忙的这些人 刘坊也好 正义也好 还有李德林 卢本也好 他们或者是杨坚在平素就结交的朋友 或者是杨坚在关键时刻启用的人才 而结交朋友启用人才 本来就是统治者的基本素质 可以说周宣帝 他要置杨坚于死地也好 还是刘坚正义等人愿意拥拜杨坚也好 都是因为看中了杨坚身上所具备的这些素质 那么以大成像的身份来辅证 这就迈出了杨坚篡权的第一步 也是关键一步了 到这时候杨坚当然沉浸在巨大的喜悦 喜悦之后 喜悦之后是深深的恐惧 权臣离皇帝固然只有一步 但是离砍头也只有一步 当年宇文户不就是先例吗 所以据史书记载呢 杨坚成为大丞相之后心里很不安 连夜就召见太史中大夫于记才 太史中大夫干什么的 观测天象的 杨坚就问他 说无以拥虚 寿司顾命 天使人士 轻一为何 我现在成为顾命大臣了 你帮我看看天象是什么意思呀 是不是支持我呀 余记才怎么回答呢 余记才说呀 天道精微难可一查 什么意思呢 别看我是看天象的 但是天道精微 其实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但是我就拿人士来跟您说吧 就算我说不成 您还推得回去吗 杨坚一听这话呀 默然良久 然后说 诚如君言 你说的对呀 事情已经走到了这一步 那就是开弓没有回头见 杨坚此时就犹如过河祖子一样 只能是拼命向前了 那么在他向前的过程中 还会遇到什么问题呢 请看下集 周轩帝宝崩 按道理讲 本来轮不到杨坚这个老丈人入宫辅证 但事实上杨坚果真当上了辅证大臣 那么对于这一状况 北周宗士怎么办 他们会认杨坚我行我素 杨坚又会怎样对待北周宗士呢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大随风云上部第七集 简图宗士